五花 六花 六花 灵芝麻 鸡 鸡 放入龍藥 鴨奶 爛牛肉 鴨肉 鹽 鴨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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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蔡美食 前一阵子我录制的一期水叶菜的视频引起了网友的极大兴趣 大家都在评论区积极愉悦的与我评论 在此我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支持和关注 但是在网友的评论中我又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大家都觉得那个水叶菜就是酸叶菜 酸叶菜也就是水叶菜 在我看来这两者是有相似但是有区别的 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我的观点 同意和不同意都可以在评论区积极的与我讨论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那个叶制的过程中 许多网友问到最期的那个腌制的比例比如 辣椒放多少也放多少 大气菜压下多少时间等问题 我会一一的给大家整理出来 现在呢我就是分别腌制一块水叶菜和酸叶菜 给大家试看一下 方便大家以后在家里能够腌制出一块酸爽的腌菜来 现在呢我就把这个大气菜洗一下 我们现在先腌制水腌菜 因为这个水腌菜它的水分比较多 我们在太阳下面腌制的时间短一点 洗干净以后要把这个水腌干点 这就很腌了 我们把这个蛋切下去测一下 看一下有几斤 方便佐料的配别 使用这种料理 1分钟 3分钟 勺小麻 1分钟 3分钟 1分钟 炒熟 水腌菜最主要是放盐 这个盐的比例一定要合适不能多不能少 也很重要 辣椒面你可以多多少少 你可以自己看一下 想吃辣的就多放一点 想吃少的可以放少一点 水腌菜最主要是放盐的比例 一放多了它时间也得再长 这个大清菜的颜色还是泪色的 并且还吃的有点苦 不是酸 一放少了它不容易保存 它会变趴 最主要的是这个水腌菜全程的器皿 都不能蘸一点猪油 在上猪油它就是全部都是腐腊了 就变直了 方煤 我们能静止15分钟 那腌制15分钟 把它的这个湿水腌出来 大概15分钟我们就过来装瓶 这个椰菜 估计还要明天上一天 还不怎么干 明天下午就可以腌了 常用柠檬菜 食物也差不多了 你能吃水也才 食物也差不多了 又得吃水腌 鱼 手褪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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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要压紧 装瓶的时候一定要压紧 水费太多了太好吃了水汪汪的 盖上盖子 盖上盖子 大家好你看 这个大青菜已经明显比昨天的上来很干 我们开始液制酸腌 但是这个大青菜也不能上来太干 我们这个是上来两天多 因为太阳很散 所以是差不多了 昨天腌制的那个水腌菜天气好的时候 估计三天到四天就可以吃了 这个水腌菜估计一星期左右才可以吃 干啥到里面 要把他去哪里 把你去北京那里 真好调的 我去北京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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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 我们把大青菜积一下 倍率 大好13斤 现在我们秤一下盐 211克 现在把盐撒在上面 放大清菜拌一下 汁水淹出来 一二十分钟把汁水淹出来 加鸡汁加丝 加红糖和胡萝卜三种佐料 根据自己的口味 多少没关系 胡萝卜是最好的水 黑糖 这个味道比较好 现在二十分钟倒了 把汁水淹出来 这个水分是不要的 放进去 鸡汤 准备60克 大家看 这个是大漆菜沥出来的水分 我们不要了 放入姜丝 红糖 放入花椒面 少量的花椒面 放入辣椒粉 放入花椒面 这个花椒感觉不够 再准备一点 再尝一下 再放入一点糖 刚刚糖不够 再拌一下 放入花椒面 我们细之后抓换 还是要把它压紧 大概一细吃以后 我们就可以吃了 这瓶是水腌菜 看起来水分要多一点 大漆菜要嫩一点 里面我放了一颗白萝卜 干辣椒粉和盐 这个大概四天左右就可以吃 这瓶是酸腌菜 13斤 12斤 这个外观看起来 这个大漆菜要干一点 水分少一点 里面我放了那个 火萝卜丝 干辣椒粉 盐 花椒 还有我们本期的这个 土云糖 这个是我们自己 垂手工具熬制的 酸腌菜保存的时间长短 取决于大漆菜晒干的程度 要想酸腌菜保存的时间长 大漆菜必须晒得越干 脱水程度越高 大概五天左右 蒸两罐椰菜就可以吃了 到时候我会分别 四次以下蒸两罐椰菜有何不同 还请大家继续的关注我 那我们五天以后见哦